大家好我是尚心凌 我是刘志明 欢迎来到上流投资署 志明哥听说你最近去了那个 鸿海科技日 发现到很多有趣的地方 现在市场上话题都在 讲他那三台电动车 我正好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主题 在讨论主题之前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听Podcast的朋友们 也别忘了给我们五颗心 想要知道电动车的投资趋势 一定要听到最后面 因为这次志明哥有亲自 带大家去看鸿海科技日 到底鸿海科技日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我觉得今年鸿海科技日的 感觉是很不一样 郭台铭看了也非常的满意 甚至跟刘洋伟说 你们发表会做的比苹果还好 我们知道以前鸿海是 制造为主的一家公司 他现在能把比如说 车子发表的状态 做到车子设计 那有产业分析师讲说 其实鸿海是只要你 车厂想要做品牌 你就可以找鸿海合作 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改变了过去 汽车整个工业的发展 对其实他真的蛮厉害的 通常电动车都要一百多万以上 通常以一百万文人卡一百万以上 大概算是高价 那为什么这次鸿海接手之后 听说价钱真的不用到百万 你觉得美卡在哪里 总共有四个点 第一个是说过去传统车子 大概你开发一台新车 都要一百亿以上 那现在为什么电动车会比较便宜 是其实开发电动车当然也是很贵 但是现在的趋势是用模组化的形式去做 就等于是 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 鸿海用Model C去做轿车 但是他去年做了育龙的 那自己的NX 但他今年又把NC的模组 弄成一个Model B的一个汽车 那其实是比较小的车 那他其实是公用平台的一个发展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你同样开发一个平台 就可以用两种车种国外的大厂也都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过去的油车 大概有两三万个零主件 那电动车其实可能缩减到一万个左右 那你当然零主件供应 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你以前传统车厂 可能是T21 T22 T23 T24 甚至T25都有可能 那现在车厂的做法是什么 车厂这家T21 比如说类似鸿海这样的公司 然后这家零主件可能是T22 那最多是原物料这样的三个层级去发展 那他当然他的成本就可以降低很多 就有点像往科技产品 3C产品那种模式走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知道电动车最贵 就是那电池 最少占三成 要让它平移不容易 但是现在有零酸离铁的这个原件 其实它取得是非常便宜 那你把电动车加入了零酸离铁以后 它其实就可以大幅降低它的成本 之前我们访问那个台湾立凯 张顺史董长 他有讲说其实用零酸离铁电池的话 至少就可以降三成 那他说他有电池客户设计的更厉害的话 它可以降到四成 虽然原物料是一样 但是你的包装设计方式不一样 它可以更便宜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省一点了 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次去鸿海科技 他有做一个车用的以太网络的一个展示 那他那个线是非常细小 如果你看传统的油车 他过去的车是他光那个线是大概40公斤 那现在用那个以太网络线的话 其实线才可以节省4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用第三半导体 当做他的设计 他可以把马达做得更精巧 所以说他这样设计 除了第一个就是效能更好 然后马达做得更小 那速率是一样甚至更快 所以说他的成本也会降低 所以说这样的趋势慢慢的导入以后 其实电动车往百万左右的方向走 应该是在明年N7就会看到 对 反而不管什么东西变成科技化 像3C 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台湾的强项 因为台湾在全球是非常有优势的 然后说到这里 其实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一些产业面的东西 然后如何让它变成更便宜 那接下来是到底有哪些厂商 可以卡位成功 然后接下来这几年当中 可能会获利大增长 这个我相信投资人最关心 像我们之前就有报道说 像玉龙他千张大户有持续增加 看起来那个趋势是往上走的 没有问题 那之前为什么玉龙从40块 涨到50块 然后又修正 主要是新东西海上防疫钱要赔很多 所以说他的确做了修正 那未来大家可能会看他电动车的发展 可能过去那字节是一个 让玉龙亏损上千亿的公司 那只要电动车上市之后 过去那只节亏损了这状态 可以变成一个大赚钱的状态 可能就改变了过去玉龙整个的生态 所以说我们在看股价的时候 不要看历史 因为历史可能只是当做一个借鉴而已 但是你要看他未来 他未来是会朝好的方向走 那只要环境变好 我觉得他往上走的机会 其实会比其他的更高 那另外就是他千张大户都还在6667左右 应该是有一些在这个领域有布局 对没错 其实讲白了就是指数都跌破12682了 那代表其实又回到两年前的位置 但是反而过去几年都亏损连连的玉龙 现在反而没有跌了 对大户来讲可能他掌握一些讯息 可能知道是已经最坏的时间已经过了 好的那在零组件部分 我分享一下就是现在电动车 其实有个关键点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要取代过去用细做基板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鸿海有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腹顶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腹顶 其实因为有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他不要找卡位在这里 所以他骨架其实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点 然后我觉得在零组件部分 我大概问了一下法人 他们是觉得 因为卡位电动车的租车太多 一百多档 新朋友会比较受到青睐 因为老朋友可能过去有反应过 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只要过去有反应的股价 可能现在会做修正 那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听过 然后还刚打进去的 就可能会受到青睐 去年才开始有发酵的像大众控 这种就是比较新卡位到 电动车领域的投资朋友就可以注意 然后像属于钢铁股的 是做扣件的公司叫士德 他也是因为争取到了电动车的订单 所以他的货率上半年其实就赚很多 赚了长到3.6块附近 所以他的股价 投资朋友可以看 他算是少数在台股当中 可以呈现一个多头走势的架构 想要电动车普及化 我觉得美国基础建设就很重要 所以美国拜登不是砸了50亿美元 广设充电站 所以像这个大商机其实台湾厂商也是可以争取到的 台湾我觉得最积极的大厂是台达电 然后他是各种规格他都愿意去承接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台达电 尽管他获利能力可能不如IC设计 或是不如其他大公司 但是你看他的本益比是很高的 他上半年才赚5块 可是股价其实相对台积电来讲 他们那些大厂来讲 他算是比较不跌的 投资方面当然我们都是找利空不跌的公司 没错 基本上我觉得车店问了一轮法人之后 就觉得这未来的5年应该都仍然是主流 因为目前为止其他科技产品并没有很大突破 然后相对起来其实全球都是要往车店方面走 所以接下来回到主流的时候 可能这些公司仍然是一个焦点 好那我们节目最后 我们依照管理回应一下上一集的留言 那我们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天气很冷 股市更冷 有三家台厂热乎乎 然后有位网友说 一双七八千块的鞋实在是买不下去 会买的应该是有美国人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其实彼得邻居的方法不错 就是去生活中找寻找股票 就是和朋友其实周末 或是平常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 或跟一些年轻人聊天 可以发现到其实七八千块的鞋 小朋友买的比大人还凶还猛 所以基本上这一点 我是为什么现在运动风这么盛行 其实我这边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我一个亲戚的朋友 有一天他叫他妈起来 赶快帮他去上网登录 他要去抢LV跟Nike联名的鞋子 那个是十几万我记得 所以说不用用我们老人家的观念 去想现在年轻朋友的事情 那昨天我们跟上老师 也跟一个接近百亿的高手 他讲说虽然他已经那么成功了 但是他都会找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去做他下一个阶段的布局 绝对不要用老灵魂 在投资方面绝对不要用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父子辈那一段时间 大家都觉得国泰这么棒 一千块三商银都是一千块以上股票 那你先看他现在股价是多少 国泰这一次跌到十年线三四十块 这根本就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事情 金融股真的就是上个世代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不同时代 可能有不同时代的明星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找未来的明星 我觉得电动车产业这一块 跟流行的服饰跟鞋子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 大家可以慢慢去思考主权 那像我们之前有访问 一家叫做志强的这家公司 他是做足球鞋的 那其实我们看他未来的布局 他比如说在越南设厂 在印尼设厂 规模都要比过去要多很多 好的 那大家看完了也别忘了留言给我们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对内容有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购买我们财讯双周刊671期 上流投资数我们下期见 拜拜